真的是很可恶的病毒 肺炎疫情到现在 全球还没有停歇下来 疫情冲击之下 很多的金融市场都变得很难判断 房市何况不是呢 来请看 佩真来请上来 今天佩真来了 我当然就要去问她了 国内的房市现在跟未来 就要告诉我说 疫情冲击下 房市的多空判断更复杂了 对 现在目前呢 房市呈现多空拉锯的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先来看 有利的一个因素 这其实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三月份呢 在联准会无预警的降息六码之后 台湾也跟进降息了一码 也就是说我们二月份的一个 房贷的一个利率是1.617% 那现在在三月份 就会降到1.31% 而且政府呢 还规定就是公股行库 前半年要针对 所谓的千万贷款以内的 还要再降到1.06% 而且我们的青年 这个安心成家方案的一个房贷 又降到0.94% 它降很多 刚刚配成这么一年 1.6 1.3 1.0 它是0.3 0.3 0.3 充沛成情况 那当然我们主要就是以这个N1B的一个部分 它代表民间的一个资金活络的状况 二月份呢 依旧达到19.41兆 显然还是非常的一个充沛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在这个房地产 它依旧呢 还是所谓的一个避嫌保值的一个 这个所谓主要的一个工具 对 来 佩珍我帮您一下 这是可以伸缩的 所以它刚好客气往后退 来来来 请用 是是 好 来继续第三点 好 那第三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针对这个台湾的一个民众 来做一个投资工具的调查 房地产呢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它的一个比重 这个房地产都是位居首位的 比重高达32%跟33% 那都是高于黄金定存外币 股票基金还有债券 所以大家还是爱投资房地产 对 如果有钱的话 好 那第四个一个比较有利的部分 就是台商回台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去年第一季 因为在去年的部分 因为美中的一个贸易战 关税战的部分 也让我们台商的回台的一个部分 这是第一波 那第二波的话 就是目前的一个美中科技战 还是持续 那另外当然在疫情的影响 会让这个企业 他要更加分散 他的一个生产基地 所以我们更可以确定 其实今年会是台商回台 第二波的部分 回台会延续就对 对 那这个其实对于工业地产 就会有一些帮忙 那如果在不利因素的部分 其实最大其实还是在疫情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如果疫情比较 这个乐观的一个判断 当然大家会是认为说六月份 看看能不能够逐步的这个落幕 那可是如果疫情 没有办法说 到了夏天能够这个 慢慢的一个平息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会是 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 独立因素一 对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经济成长率 下修的一个状况 我们刚刚就其实提到了 EIU的部分最新的一个预测 他在全球的一个GDP 就从上个月的1.0 竟然降到这个月 对全球是-2.5% 那也就是说另外在IHS的部分 那就3%对 那因为我们看到在IHS的部分 他也是从上个月的这个2.2% 那也一路降到 降到这个今年 其实大概只剩下0.7% 那这个都会对国内的一个GDP 其实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所以未来会不会持续有下修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他的影响就是 对民众的购物能力上 其实都会受到一个限制 那另外我们就是看歇业加速 以及在无薪假 这个就是最近其实上升比较严重的 那目前我们截至到 这个4月7号的一个统计 歇业加速国内已经来到了370家 那在这个无薪假的部分 也已经来到了8739人了 8000多人了 对 而且在劳动局的部分 认为未来可能会上升到2万人 所以最近无薪假 怎么可能会买房子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比较不利于民众的购物能力了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当然近期股市还是有一些反弹 可是它毕竟还是比较是 属于熊市的一个部分 那是否还是会出现 卖房救股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还是会有部分的一个 这个族群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 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问你 因为最近股市是大家都谈高了 虽然没有谈到原来的起跌点 以您专业角度来看 最近市场当中的氛围 有读到有看到 投资人是卖房子来救股票吗 有吗 在前阵子是有的 真的假的 因为在三月份 其实这个全球的股市 它其实是跌的比较多 所以第一季崩盘的时候 有人卖掉房子 在部分 因为它这个持股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几乎可以大胆假设了第二章 短信上我们的房地产 应该是悲观的吧 对 那这是我们台经院每个月都会做的 这个营建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的一个调查 橘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代表厂商对于现况的一个判断 所以现况乐观 这边是零 现况乐观是正 现况悲观是负 那纵轴 纵轴它是代表厂商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 对未来没希望没房 负会往下 很有希望是正 那现在呢 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去年的12月份 开始掉下来了 那另外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 特别是在这个今年的2月份 它其实下滑的幅度特别多 那我们台经院其实在这个2月份 所做的一个调查 就是说房地产 它对于未来半年 它的一个预期 它的看坏程度 其实是有明显的攀高 为什么 从1月份 最主要就是在疫情上的一个变化 对 那它攀高的一个比例呢 就从这个先前的33.3% 是看坏未来半年 那到2月份呢 就增加到64.9% 所以这个比例上呢 就非常的高 我妈妹问一下 因为关键点是在去年12月份 由这边信心回声 掉到了看法悲观的向线 去年底为什么 去年底就中国大陆 就是快要选举的 就是快要选举的那时候 去年底的时候快要选举 对我们是今年1月份的选举的那时候 所以对选举没把握 对就稍微那时候 有一点胶着的一个状况 对选举没把握 掉到看法悲观 就疫情一来就更悲观 对1月份已经开始有点掉 因为1月份已经反映 多少有一点疫情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办 现在已经掉到看法悲观 我们往下走了 一般的住宅 再往后的三季看法呢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 供给面的一个部分 这是住宅市场 对住宅市场 那我们看待今年的第一季 其实最近的这个329档期 这个建商的一个推案的一个策略 不促销 不降价 然后不广告 这是他们以拖待变的一个态势 不促销 不广告 然后不降价 那他摆明了就是 停看听嘛 对 那就是以拖待变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全台的一个推案量 其实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季329档期 大概是达到4600万 这个4600亿 这个是全台的一个部分 那年衰退幅度大概是将近两成 那520的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在今年第二季 整个的一个市场 这个疫情的一个变化 还是比较混沌的 所以可能在厂商 520的一个推案量 还是比较偏保守的 那所以今年推案的重点 就会往下了 就会到今年的928档期 那甚至在年底前的这个购物潮 都会是今年在供给端的一个重心 那另外我们就来看在需求面的部分 那在需求面的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1到3月份 似乎在这个六都建物买卖移转 建树的年增率 竟然还有6.8% 那不错啊 我请问哦 是 前三个月 我们的疫情是变严重的 既然买卖移转动数6多哦 是正6.8% 那显现有人趁着疫情严重 抛售房子去救股票的时候 买方减便宜哦 应该说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 它多少 其实还只有反映到 这个2月初到3月初的一个状况 因为买卖交物的这个时间 其实还大概要落后一个月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刚刚那个假设到底是有还是会比较往后 往后对对 所以是有人减便宜 但是那个情况还会再往后对对 那这个为什么会成长 应该是说刚性的一个需求的部分 它其实还是相对的还是有进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刚性需求就是本来我就想买管它什么疫情不疫情 我就准备好钱 所以这个6.8%的成长是刚性需求 刚性需求 而且特别是针对小坪数低总价的这一块 好再来 那接下来第二季其实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那最主要就是说疫情上的一个变化 是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另外就是买卖双方对价格的认知是有差距 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买方 它还是对未来的一个房价下跌是有一些预期 可是在卖方的部分它认为说现在是一个超低利率的一个水准 加上先前可能也有一些获利 所以它现在并没有即刻要降价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 卖方不急着卖更不想要降价慢 但是买方部分是认为你一定会降价给我买 可是人家不降 对所以胶着的一个状况反而使得这个成交量 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萎缩的一个态势 所以请问今年第二季您的研判 住宅市场的房市将会是买卖都停滞都荡下来了 对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像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表现要来得好 所以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市场产品面的一个表现上 豪宅的一个市场其实交易还是比较不好 那我们预计还是以低总价跟小平数 它的表现其实会相对比较好一些 为什么不买豪宅啊 因为豪宅的部分它其实价格上还是比较高一些 它也没降 对 也没降 那对于一些高资产族群 有一些其实是套牢在股市的 就是买住豪宅 买豪宅 想买豪宅的有钱人 钱套在股市抽不出来 那下半年的需求 那下半年我们其实就期待 就是说疫情如果能够慢慢淡化 那先前比较低延性的满盘就渴望释出 这个当然是比较稍微乐观的一个预期 那整年来看的话 我们看房市的一个成交量 去年台湾的整体的成交量是8.02% 其实是很高的 那今年的话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之下 我们预计可能会降到这个低个位数 这个可能是比较保守 但是房价的部分可能是不容易崩跌 其实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低利率 还有先前是有这个获利的一个状况 还有房地产是有投资保值 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个 比较量缩价稳的一个态势 所以买方甭期待了 想说我要买个30平的小房子 然后房价崩跌 从每平30万 每平大概50万掉到30万 没可能的事情 好 最后一张 我们来结论咯 最后一个是生又不动产 好 我想在租地市场 其实它表现会是比较差 特别是在观光人潮 目前我们其实是一个地检的状况 所以光是在西门町的部分 其实在今年第一季 已经都开始出现空置率往上 然后在租金是往下的一个态势 那另外在办公室的一个租赁市场 那其实在今年第一季 还是有称 最主要是因为供给是比较紧俏的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表现比较好 那商用不动产的一个投资 今年第一季表现也并不是很好 怎么叫商用投资不动产 是 就主要是包括了像是办公室的一个买卖 或者是厂办 买商办 买厂办 那但是我们还是期待 他后续的一个表现 因为会有资用的买盘 或者是受险资金的一个进入 还有一点我问你 因为你刚说台商回流 今年会继续第二波 对 所以如果台商回来 这个应该还会有 也会有工业的一个部分 好 那土地市场 其实去年已经超过了三千亿元 那今年第一季表现还超过了七百亿元 表现还不错 主要是建商的部分有在买地 我知道了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线上买卖 要先绽放一下在这边 然后再货再送出去 对 那有一些受险公司也会投资这一块 然后再转卖给制造业者 所以佩真问你一下 疫情之下的商用不动产 如果这样来看 店面租赁这个打叉叉 这最差 其他好像都有机会了 对 没错吧 没错 好 那再回到上一页了 我就这样子帮大家进行结论 那住宅部分恐怕要等到这个下半年才会好转 那第二季应该就是一个停的状态 对 比较差的一个局面 好 老师上课瑞涵有在停 谢谢 谢谢 佩真 感谢您了 请回座 很赞吧 所以当我们在疫情冲击之下 国内房市看得不撒撒看不 可是我相信 疫情总有退去的那一天 的时候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我们后面的房市如何看待呢 刚刚结语希望能够帮助您 想要买卖的或商用住宅 这些的房市多空判断 结论讲过咯 接下来我们进广告 接下来要帮您 刚刚是买房子的在帮助您 现在要买股票的我也帮您了 感谢汉伟 他说这两个条件非常重要 是现在选股必备的 请问这两条件为什么重要呢